在男人如衣服的新发布会现场 近来旅传婚讯的熊戴玲绝对成了全场最受关注的明星 自郭富城与熊戴玲传出绯闻以来 虽然两人一直未公开 不过围绕在两人身上的感情传闻一直不绝于耳 现场当主持人请熊戴玲选出哪一位男演员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时 一向爱耍宝的镇中机立即开启了阿琳的玩笑 而凌峰更是自诩为爱跳舞的男生 惹得现场一片哄哮声 所以我选 获布城 这个还用选吗 选林峰 选林峰 对 那为什么会选林峰呢 每个人都要想一个理由 想一个理由 有 那林峰说好了 戴玲为什么选你 因为本身我很喜欢跳舞 很喜欢跳舞 所以其实戴玲应该是喜欢跳舞的男生吧 所以就选招了 招了好 运动型的 运动型的 比较有型的男生 比较有型 比较阳光 好 我不再闻难你了 据香港媒体报道 熊戴玲的父亲患癌后 郭富城立即表示会负担熊父的全部医药费 并安排了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为熊父治疗 据悉 郭富城已经为熊戴玲父亲支付了超过百万的医药费 对于此传言 熊戴玲立即予以了否认 但是假的了 对 而且他们只是换汤不换药 所以还是不要相信 你的父亲身体面状况怎么样了呢 还不错 蛮好的 谢谢大家关心 谢谢 就一直在香港治疗 自己在外面拍戏的 会不会期望来家里呢 会有一点 对 但是因为剧组的 跟大家在一块合作 我觉得很开心 也会忘掉一些烦恼这样子 此外娱乐圈最近又发生了一间大喜事 杨千华于6月5日剖腹产下龙子 众约7.6磅 目前母子平安 好友郑中基也在第一时间获悉了喜讯 并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昨天也在工作 所以就透过经济公司恭喜他 对 然后趁他现在状态那么好 再多剩一个吧